真的要做的是一個最好 最強的一個戰鬥力 讓球迷去欣賞 曾經在投球上面投過球的這些選手 現在上來最後面對的是陳志遠 變得舉勝傑 哇 兩好兩外之後面對一個偏高的球 結果陳志遠揮一棒落空 今天第三次被投球給三陣 一人出局 接下來打擊方面 我們來看看這一棒的陳瑞鑑打到了中右外野之間 其實這個球有點打到棒頭上 被打安打這麼一話可說 現在輪到是田顯民上來打擊 最球打成了右半邊的界外球 投手身份 問他的意願 絕對不會勉強 最球來看看打到右外野方向 右外野手這個球擋住了燈光之後 順利接殺 萬能的全能打在天內一分 現在比分是12比4 總統上打第一個球 這個球是一個本來旁邊的界外飛球 現在就是要為上半季五成的勝率來拼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球又是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都遭到了陳志鑑接殺 許正傑上來之後還不錯 好了 解決掉了三位的打者 在一出局之後呢 龍海到第六輪的第一棒劉耿鑫 許正傑 順勢再往右半邊去推 以野手身份來登陸 這應該也是中華時報史上頭一招呢 在一場比賽裡面有四位野手上場來投球 不夠接受 我相信主播上所講的這個事實 那現在投手戰力不足所形成這種窘境 然後就已經確定可以飛自立來封王了 那麼現在兩人出局 來看看第二棒的打者 現在也換上了代打了 由由一陣子沒有上來的馮勝賢來接替了楊博人的打擊 那馮勝賢從賽前我們看到最近也開始做一些可以守備的傳接球練習的 代表他的傷呢應該也是好得差不多了 有兩人出局之後呢也不客氣的從許正傑的手中打出了一戰 輪到是第三棒的指定打擊陳冠任 陳冠任將比賽 這一球打出去二壘方向 一個強勁的反彈球 賈西亞接到之後傳一壘 許正傑今天客傳上來表現還不錯 那兩局的投球呢沒有失分 九局上半呢兄弟相對無功而返